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第15届全国大选在票源分散的情况下 很多政治评论都认为没有一个政党或联盟可以获得过半议席单独执政 看守卫生部长兼国阵双心毛诺国席候选人凯里 今天早上接受英语电台BFM访问时就预告 这次大选可能会出现玄制国会Hang Parlement的情况 他说没有人可以跨越112个议席的简单多数那条线 所以他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国阵跟西盟还有国盟合作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 不过身为国盟一份子的一党却率先高喊要跟国阵组织联合政府 一党总秘书达基优丁出席活动被问到时表示 如果国盟没有办法拿到简单多数议席入主不成 他们的首选是跟国阵结盟合作 虽然还没有正式讨论过 但是达基优丁相信国阵会接受他们的这项嫌疑 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国盟绝对不会跟西盟合作就是了 只是针对一党率先伸出橄榄枝这回事 就让国盟大家长慕有丁相当尴尬 马上发文告打脸打击尤丁 慕有丁表示身为国盟主席 他从来没有授权打击尤丁 去跟国阵商讨大选后要组织政府的计划 因为站在国盟的立场 这次出战全国大选就是放眼要单独执政 国盟肯定可以赢下过半议席 不需要跟国阵或者是西盟组织联合政府 对于要不要跟国阵合作 国盟内部就出现了两把声音 巫统最高理事阿莫沙比里就认为 这是土团党选情告级的证明 针对一党代表国盟向国阵伸出橄榄枝这件事 巫统最高理事兼国阵选举通讯主任阿莫沙比里 今天在巫统总部的计划会上 业余国盟里头一定是处于混乱局面 一党开始看到土团党选情告级 才会赶快找救生圈 拉拢其他阵营门合作找新的出路 受了三国盟稳不住军心乱了阵脚 一党才会到处找合作对象之外 阿莫沙比里也反驳开里纸 跟谁都可以合阻政府的说法 他表示该党坚持不要安华 土团党和行动党的立场 没有人可以随意改变这个决定 而看守首相沙比里也表明 国阵的首要任务是赢下大选 不是先想着要跟谁组织联合政府 而且要跟哪个政党合作 也必须是党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不吝点赞 订阅 并不吝点赞 订阅